最近也去弄了我的头发 然后邱文又跟我讲说 哎 我这款头发弄得够 会显得我这边比较肥 所以他跟我说 如果我这边可以弄瘦一些的话 会更加好看 所以我就听了我朋友介绍 这一间李其利综医药房 他有做推股 然后听说他也帮了很多 网红啊 很多艺员 做了这个很神奇的推股 那现在我就来亲自 拜访这一家就看他的推股 有传闻中的这样厉害吗 来啊 来啊 来这边变蓝宅啊 追女孩子会比较容易一点啊 嗨 我要变蓝宅 有什么办法帮我变蓝宅吗 进来就对了 哈喽 大师你好 外面的蓝蕾跟我讲 找你会变蓝宅 是有这一回事吗 没有啊 哈哈哈哈 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把这个歪斜的脸 嗯 调好 然后他就会刷手一般 这个是没有美颜的一个香吉 这个是before啦 还没有我真正去推之前的模样啦 大概这样子 下一步就是大师会帮我推一推 OK 这样子 哎呦 怎么站上我 哈哈哈哈 这里是小的这里是肥的也就是这里是大脸 嗯 这里是小脸那我先把他的大脸变小 给他做完真功夫我们再来看after过后的效果 那你会发觉会有这个空间出来 所以现在是做好了是吗 是啊 嗯 因为是这一次是他的脸是一边大一边小的 所以我没有把你两边压到这样厉害 第二次的时候我就可以解决更多了 不要翘脚啦 不要盘腿座啦 一个礼拜里面不要咬那个羊排啊牛排那种 哈喽Keyn哈喽Yvonne 当场我去推我的脸咯 来 你看我的脸有什么不一样Keyn 滑咧 滑啊 我是推骨耶 我不是推脸耶 蛤 我是推牙瘦脸咧 嗨 Miko 嗨 我今天看起来有什么不一样吗 你去推骨啦 我感觉你的脸的话那个震量很多 有点震 别看你不要动 吴一般这里进去 哇 吴一般咯 OMG 你这干什么啊 你是说了他钱是吗 为什么你讲话这样关枪的 真的真的不错不错 还得出咧 蛤 还得出 上不出 今天我又来到了这个地方 他的招牌都已经换了 好 我们进去吧 所以这次又是我第二次来找大师了 今天又要来麻烦大师帮我推一推我的脸 我们让大师照之前一样的 我们也先来用没有美颜的相机 拍一下我的脸的那个样子先 所以现在就会去外面 再用没有美颜的相机拍一遍 看是不是真的缩小了不少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第二次 推老鼓过后的模样 拖好眼镜是这样子的 够观众自己看有没有缩小了一些 然后我们还有一次是那大师 我们还有第三次 然后再看最后的效果 有没有跟第一次差的最多 我们下个月见 所以今天是第三次来的 也是6月13号 所以他刚好跟staffy 调staffy的背部 staffy的背部有一点弯 所以他边弄好过后呢 大师呢就可以帮我调整我第三次的脸部 希望可以把它弄小一点 不会这样夸张大也不用去修图了 做第三次之前 这个样子 劳烦大师了现在 哎呀 啊最后一次了终于 这个影片拍了好久哦 现在我要弄你的双下巴 现在大师还有双下巴的魔法 他会给我双下巴消失是吗 对 两边的双下巴也给大师弄好了 然后现在大师要拿尺来量 第一次扭进的也是说了一公分的 哦 所以来你放下去看到你下巴这两个下 啊对就在这两个骨头 终于完成了这个 这样大的工程 所以现在我们再出去用那个 普通的相机拍多一次 就让你们看我第一次来 跟第三次结束的分别 这个是最后的完成版 这个手法是叫奇力针骨立体小维角针 只要是打造立体而不只是瘦年 立体呢才会像偶似的五官 对对对 一两高啊 苹果机不要突出啊 对对 让你的圈不要出来 对对 所以他Facebook叫masterchili 如果你们想要了解更多也可以按过去看一看 看他之前做过的那些成品之类的 也有很多个那些明星啊 网红啊也有找过他这样子 好啦所以这一集就到这里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可以按我头上这边订阅我 想了解更多关于他的东西 也可以按过去那边订阅他 看他的Facebook 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 和平出开 嘿